今天兩死事件 現在大陸方面 他整個硬起來 宣布他們未來要常態性的 在這個地方來執法 這樣會不會壓縮我們台灣漁民 捕魚的空間 會不會壓縮我們台灣官方 在這一個領域裡面 執法的這個空間 現在大陸已經宣布要加強 海上執法力量 民眾開始害怕了 今天當地的漁會 還正式公布 說有兩塊區域 平常你可以去撈魚的 最近都不要去 然後自己要小心 自己要注意安全 那現在甚至有人講說 驚嚇的水域變成釣魚台化 什麼意思 就跟這個釣魚台 中共的海警船會定期的進去 用行動來證明 這裡是我的 你不要來跟我繞 然後連陳育甄 平常大名大放的陳育甄 這幾天講話格外的謹慎 比陸委會的官員還更像官員 他說一向屬於各派的國台辦 講話都這麼硬 這些事情非同小可 兩邊不要把事態賴高 金門當地的漁民陳先生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講得最直接 你執法 就是說我們台灣的海巡 執法的時候不是有密錄器嗎 那如果對方隨便亂衝撞 或者他甚至有走私的問題 密錄器就公布 為什麼隔這麼久了 你都不公布呢 他到底是真正的漁民 還是還有走私 這個事情到現在鬧這麼久 也沒有告訴大家一個真相 然後另外一個 也一直都沒有真相 就是我們宣布的禁團令 禁止到大陸組團 這個到底法令是什麼 業者一直在問 因為業者造成 這個非常大的損失 你跟我說三月選完之後 就可以付團過去了 我所有該買的 什麼電話卡 或者是各種 這個基本的東西 我都買了 你跟我說可以出團 突然間說賴清德上來之後 六月之後 全部都不能出去 現在不能揪 那這些損失我要算誰的 那你到底你這樣做 你根據什麼法令呢 藍的白的都在問 然後時間更妙 二月七號過年前 你突然宣布 突襲式的宣布 二月十五號過完點之後 業者才收到公文 然後隔了兩天 你才告訴大家 你根據的法令是什麼 整個倒過來 你先告訴大家 你法令是什麼 發出公文 再跟大家宣布這件事情 你整個作業都是倒過來的 然後所謂的法令 是因為根據發展觀光條例 旅遊業的這個管理規則 說主團到大陸 是損害國家的利益 到底是損害我們的利益 還是誰的利益 說得有什麼 黃國昌說你根本就沒有依據 你根本就亂講 那這條命令是幾月幾日 才會發佈生效 請教我一下 損害國家利益 這個是沿用 就是發展觀光條例 第五十三條 剛剛裡面講的是什麼 是我們的觀光業者 如果有做出損害國家利益 或者是侮辱國家尊嚴的時候 開罰我們的觀光業者 他裡面有講說觀光團要怎麼出 是由國家決定嗎 其實我覺得 我也覺得怪怪 但今天民不與官鬥 他一定可以找到另外的法條 就告訴你他不要去 但是觀眾朋友 你要把整個情境設定回來 現在是因為去年就講 今年三月的時候 兩岸的團友要恢復 結果後來發現大陸沒有恢復 我們開放了台灣人 組長去大陸 那不公平 所以我們就既然開放了 那就宣布三個月以後 六月一號就再不行 那他會有什麼效果 他除了讓台灣 會去大陸開團的旅行社痛之外 會有什麼效果 大陸人會因為這樣很害怕嗎 不會 不會 真是不會 因為你看像你今年來講 大陸的觀光客都去泰國 不去日本 那日本就很多的韓 韓國跟台灣的觀光客 他也不會就 他就痛苦了 然後就跟大陸拜託 才覺得觀光客太多 對對對 所以我們這個做法 並不會讓中國大陸 有什麼任何痛的感覺 兩岸現在不是兵凶戰危嗎 剛講金門那個 已經看起來很危險對不對 我們的團客有去 讓大陸的各景點 看到台灣的遊客 來消費以後 對台灣有好感 這哪裡不好 好不好 這個我講話 我個人意見 我自己負責 而且如果路客來台灣玩的話 也不會隨便拉 那路客來台灣玩 是大陸不開放 我們沒辦法 現在就是卡了這一點 既然我們本來以為 三月的時候 大陸會開放團客來台灣 台灣的業者都在等 結果我們落空了 所以我們也要 不讓我們的人去懲罰他們 他們不會痛 我們這邊痛兩層 我們計算不到大陸的路客 我們台灣的旅行 我已經說好了 我現在怎麼辦 還要去處理 頭都洗了東西都埋了 這有點像插自己的大腿 給對方看 我插我的大腿 看你會怕嗎 不會怕 所以我剛剛已經講了 我已經超脫這個旅遊的層次 如果你講這有損害國家利益 比如說會有國安問題 我覺得我同意 如果是從觀光講說 我們不團遊去 他就會害怕 我告訴你 他不會的 反而我們的團客去了以後 讓兩岸的民間有交流 我覺得降低兩岸敵意 這不是很重要嗎 這也不影響 現在目前蔡英文總統 跟賴清德總統 當選未來的那個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互不隸屬的 那個政治上面的堅持 從旅遊去化解兩岸敵意 也讓大陸的這些觀光業者 歡迎台灣的遊客去 我覺得才是讓兩岸敵意 降低的好方法 而且也可以讓台灣的旅行社賺到錢 而且可以讓台灣的消費者有多個地方可以去 當然現在也可以自由行去 可是有人在喜歡跟團 大陸有人不守用那麼大要包車 我覺得這個決定做得有點草率 維恩 你怎麼看金門 大家都質疑說 為什麼不公佈那個執法的 密錄器的畫面 我其實很驚訝 因為你如果看國民大會 我從第一天我就講 不敢斷言 就是因為不知道失情 因為快艇翻船 讓我覺得還滿意外的 開得很快 不小心撞到有聽過 你開到快轉 然後整個船都翻了 沒那麼容易 你去給我翻船看看 所以那個過程到底為何追逐 追逐多久 然後他的三無船 無名無船級登記 也沒有靠港的國籍 他到底是漁船 還是走私船 如果他是走私船 而且上面可能有違禁品 然後我們也掌握到去追他 不是驅離 一定要追到他 以至於他跑到後來翻船 你公布了以後我們就 講難聽一點也理直氣壯 那你今天一直不講 因為畢竟是兩條人命 今天如果說沒有死這兩個人 其實也就對不對 結果四個都活著也就算了 那今天因為死了兩個人 我覺得至少對死亡者的 這個家屬一定要有交代 我覺得如果有 還是說沒有 我們的海軍單位 應該有錄影 把那個過程 你應該把那個錄影畫面 公布出來 細節要跟大家講 過那麼多天還不公布 我也覺得滿意外的 聽說今天還總共出現了六艘 那這些事情 希望我們新的立法院裡面 趕快來盯著 看著到底怎麼解決 那今天韓國瑜主持 第二次的朝野協商 那韓國瑜在這個團拜的時候 先跟大家開示 說我是立法院的新同學 他其實不是了 他是虔誠 他已經是老同學了 然後說我是新同學 那我覺得大家整個立法院 包括職員 包括立委們 都要上警發條 因為百姓盯著我們在做事情 人民在意的每一個小事 都是我們心裡的大事 但他講到一個重點 不教而殺 為之虐 有些人不懂得 你應該要教 教再不會 你再去罵他 而不是還沒教之前 你就先去罵他 今天朝野協商經過一個小時 最後是破局的 因為有一個關鍵的 本來是明天 禮拜二 禮拜五 二五一個院會 要來盯我們食安的問題 也就是台中的 瘦肉精的真相到底是什麼 但是黃國昌他認為 要更認真一點 這個禮拜三應該就直接開了 禮拜三 禮拜四 二五就歸二五 另外開 這樣就不會說 同時間沒有辦法做兩件事情 這是黃國昌的一個說法 但問題是這樣子一來 立法院的議事處 來得及準備嗎 同時間要 同時間有兩個 等於說兩個院會在進行當中 民進黨是以週五 週五開 這個當成慣例 但是他說沒有 以前就有過三四 柯建民說你不要做戲 太矯情了 這個是朝野協商 大家就簽了 就只有民眾黨不簽 黃國昌不簽 黃國昌後來又出了一個招 說後天要提2月21號 開食安專報 所以不知道要不要針對這個 再來協商一下 不過今天在這個協商過程 當裡面爭執不下的時候 中間有一段直接來看 韓國瑜的椅子突然 往下降 沒有人去摸他 這個椅子不知道是怎麼樣的 突然就往下降 然後韓國瑜說 先輕鬆一下 我們現在我把椅子調高 所以他就把椅子調高 他自己突然往下降 院長坐著椅子這樣子 所以立法院可能要 設備更新 設備要更新 他是在化解尷尬 要不然我現在椅子 自己這樣下去對不對 沒有 可是他 我就不用跟耀卓講 我自己慢慢弄回來就好了 我幹嘛打斷他要故意 大家這個我全有 太激動 我剛剛聽到 椅子都掉下去了 我調一下 調一下 他在化解尷尬情緒 他跟柯金銘講 我今天沒有叫你看我眼睛 柯總釗 我今天沒有叫你看我眼睛 他其實就是在 用一招方式這樣順勢 順勢讓氣氛 對 不過到底有沒有跟這個 綁在一起 因為現在藍綠 同一天 在今天高速民眾黨 所以他們立法院的 這個八個委員會的招委 沒有要禮讓他們 所以黃國昌說 好啦本來就不強求 可是這樣講之後 協商他就來執照 是不是兩件事情 有綁在一起 請教練建修 這個戰術跟戰略 因為以巴西的第三大黨 剛好你們兩黨都不過半 確實黃國昌是可以有很大的空間 在這邊應用 至於是不是因為軍一個要挑戰 就是說要準備要跟你 就是退而要談招委的問題 不能講沒有可能 這本來就是戰術應用 那從第一天的你們的協商 其實大家對陳建仁來報告 大家已經都沒有爭議了 就是定說院會 或是說多開一次院會 你講我再加開一次院會 好像說我們很認真 不能剝奪委員在院會發言的上 沒那麼嚴重 我跟妳講 沒那麼重要 差一次而已 對啦 沒那麼重要 如果說把院會挪出來 讓院長來做專案報告 報告也不是報告規律 對不對 而且再說你現在協商事態 明天就空出來 但是我用這樣我不跟你簽就是說 那明天那後天可以用 如果用這樣來做交換 因為這是屬於他們真正黨團 黨編第一次協商 就是針對會議的問題 第一次協商 我跟你說 如果第一次就用這樣想要換 黃國昌會去給他們兩個 柯建民跟傅君臣看不見 他會覺得 你就是開始策略應用 滾一個要挑戰 你說國民黨或是民進黨 力量一時遭遇給民眾黨 有過分嗎 沒有 但是你有必要現在就釋出善意 有人覺得必要 有人覺得看他表現 聽其眼觀其行 所以黃國昌的展現出來的態度 跟他的手腕 他們三個人在相互觀察 不是我有求於你 我跟你講等到動到表決的時候 坦白講我們都知道 國民黨現在扣掉一個院長 扣掉一個副院長 慣例不投票的 我們只贏一票 那你將來要是 因為民進黨是未過半的 40%的少數的執政 所以很多人覺得說 未來的國會會很熱鬧 我倒認為不會 賴清德會很快適應 你要懂賴清德 積事務才是英勇 在進體是合格的 他很適實物的 他的第一要務就是從40%變成51% 所以他會隨著大家 以不過半的立場來思考整個施政的方向 不過就算是真的要開這個 有關瘦肉精的 請教偉翰 因為現在民進黨先出招 而且是誰 賴清德的頭號子弟兵 林俊憲 他提了一個案子 他說盧秀燕 因為別人提可能就是插花 可是林俊憲不是一般人 他提了到底有什麼動機 他說既然是台中市 又是個疑允搞不清楚 只有盧秀燕手中那一塊肉是這樣 那就找盧秀燕到立法院備詢 他說這樣有根據 倒是比較奇妙的是 大總召柯建民反而出來阻止 他說這樣太針對性了 然後王定宇講說 奉勸盧秀燕誠實為上策 什麼意思 盧秀燕下的毒嗎 是這個意思嗎 盧秀燕今天說 我希望個案不要最後變成懸案 找不出真相 許曉星說 其實這個林俊憲現在是在鋪路 以後如果盧媽不去 就說賴清德也不用到國會去 那講話說如果這樣的話 那王世堅也不用當立委了 他就當議員就好了 在議員裡面就可以去質詢 就親自到立法院去執行行政院長 就亂了套了 甚至我們實在還有很多問題 是包括高雄之前有一個冰店 居然有百人中毒 小孩還勝衰竭 後來這個老闆娘是還起訴 以及東港前幾天 這個蚵仔 海鮮吃到飽 也是48個人中毒 這些如果都要查 我們高雄 陳其邁 還有包括屏東的周初米 是不是通通都要到立法院 請教我看 這件事情我有定見 因為中央地方我都有跑過新聞 我其實看法很明確 如果今天這件事情 一樣的規格 現在目前新聞所說的 盧秀燕的這個瘦肉精驗出事件 各地方縣市政府的衛生局的 食安出驗到了 那個市長就要到立法院區的話 這樣憲哥你以前也不用在台南市議會 前往出事就去立法院就好了 台南市長賴清德 到立法院去報告嗎 台南的登革熱那麼嚴重 他連議會都不進來了 他還到立法院來 議會都等不到市長了 好啦 我就忘記了 我的意思是說 台南的登革熱死了那麼多人 對不對 一百多個人 案例兩萬對不對 他也沒去啊 那也是台南市議會問市長啊 那這麼嚴重 會不會有可能那個瘟子 坐火車坐高鐵到台中 有沒有 會喔 會不會到台北 會喔 是不是嚴重的國安問題 那我們到立法院報告 那你什麼時候 那時候怎麼不叫去 所以我其實這樣講 因為最近有很多新聞 包含唐鳳 到底是誰在修理他 新潮流 林俊憲 我到這邊跟大家講 我個人看 因為我跟俊憲哥也蠻熟的 現在也因為放眼二零二六 很多時候都要有表現 他有可能自己的看法 不一定都代表賴清理 你說是他校選市長 不是校選市長 他當然要選市長啊 明天哥也是 那所以你看 所以不是誰跑出來認為 沒有必要吧 是老柯認為說 會不會太針對 不是不行喔 今天如果出了一個事情 全臺灣就只有這個縣市重大 而且會影響所有的 那為什麼是老柯出來阻止他 因為本來就是立法院 不會叫縣市長來這邊備詢 老柯這麼客氣 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 行政官員都要來 但直轄市長是去立法院 他就去獵席 他又不是直屬於行政院轄下的 難道臺中市長是行政院指派的嗎 不是啊 但是總統 你說如果當時總統不一樣 因為總統以前國民大會是有國勤報告 跟國勢建言 那國民大會已經廢除了以後 現在我們節目還在 但國民大會 之前那個體制沒有了以後 現在總統的立法院的國勤報告 是到立法院去 他沒有報到其他地方去 但每一個縣市首長 盧秀元在臺中市有任何的作為 同意不同意 臺中市議員都可以監督他 這才是政辦 我認為如果有到了全國關注 而不得不到立法院的時候 那當然也不排除 可是以這個狀況來看的話 他只不過就是臺中有驗出 臺中公布 只是全國關注而已 你叫他來立法院這事情 是說不過去的 還有包括現在花燈 是不是也有雙標的問題 臺北市的這個花燈 其實坦白講 我覺得沒有很好看 我昨天看了我就還 但是有一個花燈 救了臺北市的這個燈結 眾神保比龍平安花燈 他就眾神 媽祖坐中間騎著龍 旁邊都是各路的神明 但是居然有人說這些神明是鬼 把他們比喻成鬼 民進黨的這些議員 他說臺北登節到底是元宵節 還是中元普渡 覺得看起來很恐怖 甚至裡面有一尊神明 被說很像盧秀燕 然後另外一尊很像高鴻安 還真的有一點像了 但問題是重點是這些旁邊 旁邊就寫得很清楚 旁邊就寫眾神祈福了 你還把他看成鬼 你對眾神你說得過去嗎 但是這一組燈 現在被民進黨寫成這樣子 講成這樣子之後 湊成這樣子之後 反而爆紅 比主燈還要紅 他旁邊圍的人 比主燈有拚 好 那更尷尬的是 你現在出現雙標了 你去賣台北說他搞鬼 很像這個出人家眉頭 像中元姐一樣 結果同一個創作者 他也有一尊在台南的燈會 而且他真的是女鬼 叫做成熟娘 號稱台灣史上最強的女鬼 台灣第一女鬼 有人對他不熟悉 總之他的故事就是 他化成鬼幫自己討公道 這個故事非常精彩 然後成外人說 歪漂亮歪漂亮 很有創意 就是雖然有點醜 但是又很漂亮 你不能說同樣的人做的 在台北叫做華國美學 但台南就叫做本土特色 那這一家爆紅了 他就是先太公益社 老闆也很開心 說受到很多人的討論 甚至禮儀公司早上門 訂單接不完 倒是台南的單位 這個龍介兄 你們台南燈會被人家批評 說一個是在高鐵區 一個在安平區太遠了 然後安平區太藝術太抽象 看不懂 這個燈會當然有很多委外 他們專家做 那有的都是我們尊重原創 所以這個我都不會去批評 可是這成首娘 單手娘是這樣 這個單手娘是台海 台灣三大紀元 可以說是最強的越貴 那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被貪官污吏 強他 所以他很不完 所以他很癡 他變成晚上那個時候 是腦子整個膚色 晚上大概日頭下山 你在行來走 你就會聽到那個 流行很淒厲的叫聲 腦子整個膚色都沒辦法 所以那時候我請那個公的尊王 要出來收 我如果沒辦法 沒辦法就對了 尊王就收不了他 沒辦法 到後來在會等的官吟大師出來化解 所以你不要小看 陳首娘是真有其人 其實他是在道光年間 所以陳首娘 你現在去孔廟 會不會我們拜幾百年了 你知道嗎 孔廟裡面的那個 陳節奉白奉 就有一個單手娘的拜 他有錄在我們的孔廟 台灣首廟 孔廟裡面 所以這在府省是大家 以前是家戶育育小 我在幾年 我幾年我也在七月開門 我就有說到他的故事 所以這是在府省的旗子 還有一個納豆子 所以鬼月開門的時候 你有講到 納豆子 這是元宵節 整個跑到周圓節 他是中烈的 他是 曾節的 他後來是因為平凡 變正審的 有到正審的程度嗎 他很多就是說 他是去給那個納豆子 那一開始說 他不是這樣的人 所以他會變怨很深 怨很深 所以他出來報仇 他報仇到過半山 那個納豆子 他過半山把它堆 回來之後 台書出來發 這在我們府省是 可以說是很多人很清澈 所以才會有這個創意 去做單修牛 當然如果我 我這樣說 不好意思 不是 如果是我 我覺得在元宵做法庭 因為已經創作出來 台北有 他等於是兩邊都有拿到這個案 他把單修牛 其實如果各位去理解成熟而已 的故事 你會覺得他是一個 他要怎麼入住空廟 那個是地園的官員 他的故事是感人的 可是問題是說 你如果認為這一個 真的是女鬼的 你覺得他不是 你不是這個鬼月的話 那台北那些神明 台北那些神明 你怎麼說他是鬼月 神明也是有的 都是過往後 變成神明 那你說 七月是我們拜的 神到鬼 有時候還是沒有 我跟你講 其實白天看 就真的是看得出是神明了 是啦 晚上那個燈 神明的樣子 你看 現在有比較 很多的燈 很多創意的人 他會做得比較 苦手一點的 然後會有卡通感 現代版Q版的 有很多這樣 你給他看 現在的廟會 我跟你講如果晚上 還是這個樣子 就觀音就是觀音 然後菩薩就菩薩 反而就沒有人去看了 你每天去討論 關西音有比較肥 那媽祖太散了 我昨天去看人真的很多 非常非常多 所以這個次兆話題 但是問題不要雙標 雙標看了就很討厭 然後這幾天花燈之外 還有一個很熱議的話題 就是Net的這個事件 基隆市政府跟Net之間的糾紛 從過年前從一月一直燒到現在 那現在我們準副總統蕭美琴 他還特地跑到Net去挑衣服 買衣服 說他要支持Net 驚動到蕭美琴了 那這個Net這一棟是在 基隆的東岸商場裡面 他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先來看這個照片 這個是東岸的原本的停車場 他只有一樓跟地下室 V1的停車場 只有兩層樓 後來Net公司進去之後 就幫他蓋了二樓 三樓 四樓 變成一個非常漂亮的商場 生意也很不錯 但一月的時候 因為基隆市政府認為 他們合作的合約到齊了 他想換更厲害的 誰 維豐 說維豐大家印象都很深刻 台北火車站還有維豐廣場 生意都坐著嚇嚇叫 換維豐我覺得沒有不好 但問題你有沒有合法 這個程序對不對 現在卡在一個問題 Net認為二到四樓 就是他蓋的 產權就在Net的手上 可是基隆市政府說沒有 他覺得這個當初的合約 是所謂的ROT 所以這個產權應該還是歸 合約一到 就是歸基隆市政府的 那事情發生在一月二十二號 Net登報投訴基隆市政府 認為你後來公開招標給維豐 這個過程是不公平 而且違法的 產權應該是Net所有的 二月一號的時候 這個事情爭議就大了 基隆市政府 包括他們官員處長還有警察 把大批人破門而入 等於直接強制的點交 二月十七號Net登報 痛批謝國良是強盜的行為 謝國良講到一個重點了 這個二到四樓 又這麼關鍵的一個位置 面積又這麼大 他說如果產權真的是Net的話 基隆市政府這麼多年 未來這麼幾年的金雲 是損失高達二十五億 那如果產權真的是Net的 基隆市政府願意跟他們和解 尋求合作的一個空間 然後其實有一個關鍵細節是 因為他們當初簽約 Net不是高基隆市政府簽 他是跟中間的大日 那個開發公司來簽約 當初簽的是OT 如果是OT按照規定的話 B1跟一樓 確實是基隆市政府 但二到四樓就是歸Net 但是基隆市政府說認為說 他們現在是屬於ROT 就是地下室一樓到四樓 全部都是屬於他們 那李後昌不願意去面對 所謂產權 他沒有去爭取 就是過去這幾年 他都沒有解決產權的問題 他去怪謝國良 後來在招出的時候 說他有建築 有黑箱 這個請教我一下 這個事情複雜 但是這個事情大家都很關心 有去過基隆的人 都知道這個東岸商場 因為要是你看出來那個照片 左邊右邊我都曾經經過 以前去基隆就是左邊那邊 他是個停車場 而且常常辦政治活動 比如馬英九如果去那邊 有個什麼活動就在那裡 那後來變成E square 右邊這個東岸商場之後 我再去 我也蠻驚訝 就是哇變這麼漂亮 裡面有很多的餐廳 有很多的這些回轉壽司 然後有Net 還有地下停車場 而且還有餐廳都還蠻厲害的 你停在那邊 你可以去那個馬頭那邊玩 你可以去廟口吃夜市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都停在這裡 所以現在給台灣的人去基隆的人 都知道就是那個廣場 然後現在出這麼大問題 千不該萬不該 就是我覺得基隆市政府 他沒有再跟社會 有一定程度的說明 大家瞭解之前 2月1號去強迫用工具機 剪開那個一樓的大門 以後衝進去說要強迫點交 他裡面有他們的衣服 跟他們的這些財務 這個我覺得會有紛爭的 第二個林佑昌前市長 我覺得目前說明還不足 讓大家完全瞭解 你想想看 原本只有地下停車場跟一樓 後來改成東岸商場現在這個樣子 真的是很適合大家去 合家去玩的地方 變成等於是基隆的一個新地標了 蓋二樓 三樓 四樓 還有很多新的餐廳 連鎖餐廳 我都不要講哪一家 你就去看很多 那他蓋上去以後 到底是誰負責那個產權 他的地上權 他的土地權 當市長的時候 他應該要跟大家問清楚 你到底是怎麼跟Net簽約的 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到底歸誰的 這個有一個症結 假如不管我跟你的合約是OT ROT或怎麼樣 原本是地下跟一樓 如果你要再增建二三四樓 不管增建幾樓 你一定要先取得我土地的使用同意書 要不要我地主蓋章 你才能建 所以這個要釐清 當時的基隆市政府 你有同意他蓋嗎 如果有同意他蓋 你現在說這個增值這個是屬於我們的 還是屬於你的 這就會有問題 你當時誰同意他蓋 可是他沒有同意他蓋的話 就算他是違建 這個產權還是蓋的人 沒有同意他蓋的話 就從違建來認定 雖然是違建 但是產權是屬於我的 我蓋的是我的 那你就可以從訴訟裡面來怎麼打 所以才會 謝國良才會說 那我跟你和解 你提出你蓋這邊多少錢 我賠你 我賠你 但是我要把它產權整合 我重新 我也可以再標給你 但你不能 你不能說這是你的 你說你的 都沒有定義 要怎麼變你的 這個我想兩邊 都有問題 我覺得往和解跟合作的方向 是會比較容易的 那你們怎麼去和解 怎麼弄 謝國良 我今天還特別問他 你這樣才會對 他說沒有要來講 但他說他蓋了幾億 他說好 那你把那些單據 你怎麼花包的拿出來 我們來認定你投入多少錢 也合理 也合理 這個可能官司還有得打 雙方要去想像看 最後的結果怎麼走 會對彼此雙方比較有利 另外一個台北市政府 我們有蓋一個第一果菜市場 跟魚市場 不得了 兩個市場改建 現在要花多少錢 一百九十億 這是金工的 空間又包了 你畫面上看到這個 這麼華麗的這一大洞 居然要一百九十億元 而且他不是興建 他是改建 怎麼會花這麼大一筆錢 現在傳出來 客戶者認內說 原本規劃只有140億 但是因為 果菜市場要蓋到六樓 然後魚市場要蓋到八樓 很多這些招商的人 說這太難了 所以一直流標 後來柯市府 根據有所謂的說法說 他想到一個很聰明的方法 簡相發飆 很簡單 你全部都只蓋到五樓 一個缺一樓 一個缺三樓沒有關係 我有個方法 可以逼後面的人一定要蓋 我就把那些消防設施 捷運的通道 樓梯的重量不足的地方 很重要很重要 不蓋不行的 全部塞在那些 我沒蓋的地方 所以新的後面的市長 等他上任的時候 你再去跟他講說 我必須要加蓋後面的 不然你沒有消防 不然你沒有捷運通道 不然你重量有問題 等等 你必須要蓋 一定得蓋 然後這一加就交到了190億元 所以他認為柯文哲有問題 而且相關的立委 聽說還要去做舉發的動作 民眾黨說問題是這個過程 預算決議 你們都統一的 議會都統一 有所謂也在這個議會圈圈裡面 搞的朝換代之後 你現在政治來凌駕專業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 民眾黨的正妹發言人 楊寶貞 大家對他很熟 他傳出請辭 那下午開記者會痛哭 痛哭說他很感謝陳志涵 因為陳志涵後來 因為他現在是民眾黨團的副主任 陳志涵當主任他很安心 可以接手所有的工作 他就可以休息了 意思是說完全取代了他 那他會哭 要嘛對民眾黨感情很深 要嘛就是有恨 請教我一下 當事人今天就只講到這裡 電話也都關機 但是如果光是從寶貞 他的記者會內容來講 寶貞智涵我都認識 所以沒有必要把個人情緒帶進來 但是從評論員的角度來看的話 應該案情不單純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如果我今天只是卸下 黨團的副主任 因為志涵來當主任 你做主任 當國的都包起來 你的能力好 所以不用我處理 我就不用做這個主任 我就知道去 我回黨中央 或者是我有八個立委 我去八個立委辦公室 當主任也可以 或者是我回松山信義區 繼續努力蹲點 他說他不用 沒有 他說不用想我 要從你講這重點 這次選舉 他是一萬兩千多票 落選頭 兩千多 大肆說有事可為 哪多少趴 我告訴你五點八六趴 差零點一趴 差一點點而已 只有五趴 我現在要講的是 柯文哲制度已經選到幾趴了 二十幾趴 只要松信區民眾黨 就二零六 還是只推他一個養寶貞 百分之九十五 他一定當選 因為柯文哲已經有這麼多票了 他不要推兩個 留三個我不敢講 不用衝了 他只要繼續提名他選 我相信他都有贏 可是他今天居然怎麼講 在這個機會講說 如果民眾黨 對於松信那邊議員 有屬意的人選 因為我暫時也不會去 就找別人去 他的議員都不要了 副主任也不要了 然後發言人好像也下來 這看起來就不對 而且他講話是 一開始也沒有哭 講到柯文哲主席的照顧 講到柯文哲要哭出來 他前面都沒哭 然後突然講到柯文哲哭 一開始沒有 他是講到 我很謝謝民眾黨 我很謝謝柯主席 他是這樣哭的 然後是哭了兩次以後 大家回去看 這不能亂講的 我全程都有看完 後來有人問他說 陳志涵 他才講 沒有我要謝謝志涵 因為他都對媒體很瞭解 對業務都很清楚 所以我可以放心交給他 我就不用了 這句話就是他取代我 所以我就講 他不是一來就跟大家講 你們都誤會了 而且說實在有主任副主任就走 那幹嘛是副主任 他們主任缺很久 很多人覺得是篩潰 以前是立委來當 副主任現在光芒被搶走了 偉翰我請教一下 你怎麼看那個 果菜市場跟魚市場 一百九十億 剛剛那個基隆的狀況是扯 這個狀況是亂 因為你基本上都已經蓋上去 還不知道是誰的 怎麼可以不是市政府 應該是政府的 換別人經營 老公在二樓以上 竟然是別人的產權 那台北市的這個市場 果菜市場 那基本上就是市政府的 所以錢雖然多 至少他沒有基隆的問題 不會有人票出來說 但是他顯然當時錢不夠 所以他要蓋六樓 要蓋八樓 他沒有 他只能蓋五樓 所以他就先蓋到一百四十億 等之後的市長 因為攤商也一定會跟市政府 要求再蓋 有點變兩階段式蓋法 我覺得 對 就一般不會這樣 因為你應該跟 可是我覺得兩階段 是你在第一階段 就要講清楚 我有兩階段 而不是用逼的方式說 消防在那邊 你不加不行 一般不會這樣 這個讓我們想回憶起 二零一七年一個事件 你們都忘了 韓總在這裡為什麼被逼走 當時就要改建 就是改建的事情 當時就知道 有一塊扁很大塊 所以某個流派就硬要把韓搞掉 後面出來就是搞這個 今天就這樣 有點新 延續到今天 你是說那個很新的那個流派 沒有 不錯 就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 吳英雲進去 後面怎麼發包 後面過程怎麼 有清楚嗎 兩階段就有香 抓不到包的火 所以為什麼要有吹哨者 保護條款 我們要把它當成優先法案 裡面的人要讓它出來說話 對不對 那今天搞到這樣 你綁綁綁綁 然後這幾年又剛好 物價一直漲 很多公共工程 我跟你講 連地方的這些活動中心 什麼發包不出力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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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聲 加三 都加到三十幾% 又沒有人要來補 這屬性 有啦 新竹是不是就加到很多 加好加到滿 也許加幾百% 不一樣 對不對 我們更多的黑幕 內幕更黑幕 我們等一下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我們今天發現很多匪夷 所思的事情 其中有一個是金群局 看起來是內鬥的狀況 有一個上市他去檢舉 他的主管上校副處長 說他機密的檔案 居然放在雲端空間 沒有加密 等於洩密 誰都可以複製 可以點閱 上市去檢舉上校副處長 但沒有想到 他自己發生了一個狀況 說他被督察室以機密案 這個動用不祥的官收手段 查到說他下班的時候 幫他的外送員 懷孕的老婆 他在當外送員 他因為懷孕 所以幫他跑單 跑了六次 就檢舉他 結果檢舉他之後 他搞到不能做了 本來留校朝看 後來希望他不要做了 他已經服役19年了 差一年就可以領月退縫 很狠 非常的狠 好像狠狠教訓他 可是他的體側 各方面都假等 體格也都是非常不錯 軍群局說他是因為兼差 是因為官兵檢舉他 他所謂的內部 共用這個存取的問題 根本沒有泄密的情勢 所以是不是要鬥上校 沒有這麼容易 而且今天傳出來的軍人 在路中間 女朋友在趴在他的腿上面 酒測值高達0.84 是發生在去年12月10號 今天正式的起訴 以及憲兵有士官長拒絕酒測 這也很離譜 拒絕酒測之後 他居然還進出了營區 高達155次開車 他就被扣照 沒有駕照 還進出155次 那營區的人都不知道嗎 還是欺騙營區的人 另外一個海虎潛艦的官兵 掉入海裡面有三個人 到現在都還沒有找到 家屬也很難過 但是現在出了一個狀況 說調查的結果是 沒有人為的過失 所以通通都不懲處 艦長也不懲處 然後現在有一個陰謀論說 建指部的指揮官調職 調職是不是要汙他的嘴 陰謀論四起 海軍司令部說 這個都是環境的問題 天氣的問題 所有操作都按照SOP 所以都不懲處 但是立委馬文君說 風浪不佳 你是不是有允許 這個所謂的人員在建萬作業 那該有的這些程序 你有沒有好好去檢討 後來就被調職了 那有幾個問題 幾個疑慮 你說都沒有人為嗎 其實仔細想一下 第一個 他第一批派出四個人 掉下去之後 再派第二批再去救他 第三批 總共三批 陸陸續續掉的人 這樣派的方式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人為的判斷的問題 以及另外一個 海軍第一時間 沒有通報國收中心 後來延誤了很久 以為自己可以救 然後延誤了通報國收中心 國收中心可以救 出動所有的人嘛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判斷錯誤 延宕了時機 這個難道 沒有人為的過失嗎 這一連串請教委員 其實這個 海湖淺這件事情 的確令人難過 因為三批的官兵 分別落海 是第二批比較幸運 都有救回來 第一批跟第二批 都分別有兩個 都沒有找回來 那家屬就一直期待 我那時候 在我的廣播節目當中 也有跟大家講 我們是不是會幫他們打氣祈福 或者是再不計 至少要找到 家屬希望能找到 也沒有 所以這是一個 很不幸的事件 但調查的結果出來 我跟廖頭講 我倒不意外 因為搞了半天 也不知道懲處誰 因為今天基本上 他們去 他是一個 他的那個 就是潛水艇的 裝備脫落了 所以他們要把潛水艇 浮上水面以後 去處理它 根本想要風浪很大 那有人想說風浪很大 根本就不要出操操演 這個東西也沒辦法說 兩岸都已經這麼緊迫了 真的如果怎麼樣了 難道下雨 或者是有颱風來 我們就不應戰 所以就沒有人怪這一點 可是呢 他的現場 可是海上突然 這個好天氣裡面 有這個風浪打上來 這個時常發生 那風浪打上來 艦上的這些官兵 掉下去的時候 相關SOP 譬如你第二批第三批 他們沒有所謂的作業方式 我們剛剛 就是直接出去了嗎 我們剛剛其實已經討論很多 就是了解實情 或是有曾經在海軍服役過的人 提出的疑問 譬如說海巷 譬如說為什麼分三批以後 譬如說落海的 為什麼沒有趕快 通報後勤來幫忙救援 對不對 可是最後你看查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沒有任何人員疏失 沒有任何人被撐除 因為其實這個也不出意外 不然怎麼辦 都已經損失這麼多的官兵了 官兵弟兄們 他們其實也不想互相責怪 而且潛水艇本來就是同舟一命 還真的是 因為他們還潛到下面去 如果服務上來 還有在船上的這些 他們其實是有很高的向心力的 所以這個就是變成是 我們遇到了這種訓練的時候 後續到底哪裡有問題 雖然沒有懲處 那有沒有可以改進的地方 譬如說落海之後 如果有尋求支援 一起海巡來協助的話 是不是會比較好 這個東西其實我覺得 後續可以再檢討 只是既然官兵沒有懲處 我在這邊也就不要去講說 哪裡不對 應該要懲處誰 因為懲處任何人 這幾個官兵的命 都找不回來了 但有一個人現在被檢討得很嚴重 就是唐鳳 我們掌握了200多億預算的 這個書發部的部長唐鳳 現在批他的人 不是藍影的 不是國民黨的 國民黨都還沒開口 現在是綠媒自由時報 連續兩天用一整版 說你出席這個聯合國的 這個網路治理論壇 你怎麼會說你是 資安會董事長 而不說是中華民國的 這個書發部的部長 你矮化國格 自我矮化 然後順便其他篇 不是只有這一篇 下面說這個書發部 療氣很重 看不出唐鳳有思維 什麼什麼的 一整篇罵 很少很少 很久沒有看到 我們自由時報 針對一個特定的官員 民進黨的官員 這樣子大規格的去罵他 那書發部的高層 對外透露說 你這樣子弄他欺商權 會傷害到你民進黨自己人 我覺得這個書發部的高層 很可能就是唐鳳 不然就唐鳳身邊的人 那現在傳出來說 是辛系想要吃這一塊肉 所以辛系的林俊憲 跟劉思芳打他打得最兇 一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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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名他 那郭正亮說他早就該下台了 現在傳出來因為他權大 其實不是權大 錢多 肥嘛 所以現在可能某派系 想要換成自己人 但網路上包括蔡英文 還有賴清德 都有他們相關的詐騙 身為的影片等等 都被拿來用 這些到底有沒有處理 更不要講我們刑事局 居然有人開著BMW 說他們是中部打擊犯罪中心 然後開在屏東 但後來被舉發了 他因為我們的打擊中心 不會開這麼好的車 榮介 這個數位部 數法部我們批判了很久 你記得當時我們打擊詐騙的時候 很多第一線的檢察官說 你從源頭不管控 到後面報案就一大堆 我抓不勝抓 所以詐騙不斷不斷的提高 所以當時我們就講 那你從原本源頭管控 數法部本來就有這個能量 又可以做 你不做 那天就出國考察出國 出國考察出國 全體的就是世界去出國 那你考察到什麼地方 後來逼著唐鳳講什麼 如果我 他意思就是我可以做 但如果他們有需要可以來找我 你說什麼時候 你會不會 表示數法部是可以從源頭去管理 譬如說你一次申請120次電話 或是這樣 那這個是可以做的 他可以從這些 大量在做這些平台的 也可以做 但他說什麼 他們有需要可以來找我 你會記得嗎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在批判的時候 自由時報你不是龍心發炎 你那個時候在哪裡 包括這次觀光客 為什麼現在要搞到六月 要說你要了解賴清德 他們在幫他清理戰場 然後上來清德兄 也許他會開放 觀光 也許這些他要把他 他清理掉了 他要弄誰 後面做一棒風順 清理戰場 所以520之後會很精采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天王周杰倫趁泰勒斯居然也提到鐵板了嗎 來看一下 這不可思議 這個泰勒斯到墨河本開 史上最多人的 九萬六千多人的演唱會 結果周杰倫打卡說 歌來觀摩一下 謝謝泰勒斯的團隊 給他這麼棒的一個位置 外場音控也很讚 不得了 打卡 然後吳尊也在同一場 他說他很感謝昆林的安排 什麼叫昆林的安排 是昆林幫他買嗎 還是昆林幫他介紹 泰勒斯的團隊 結果被拍到網友說 你不是坐在中控台 你不是坐在他的親友台 但很奇怪的是 昆林有拍到他自己跟 泰勒斯的爸爸有合照 還是他爸爸人很好 有幫他們介紹 這個整個歌曲的由來 那周杰倫 吳尊 吳尊跟他們團團 他後來隔了兩天 賽出公關票 票價 有花錢買 他說價格多少 都會放上去這樣子 所以網友就說 那周杰倫也不是被招待 他一點是自己買的 然後大家去比對 網友很厲害 比對出如果 泰勒斯有人 其實是專屬在這一區 周杰倫是坐在這一區 所以網友很厲害 但周杰倫他只有一個回應 他其實很少很少很少回應 幾乎不回應的 然後人問他問到這件事情 他說我只看 我想看的 沒事 尾翰這怎麼回事 其實這題我來講 一點都不公平 我是傑倫粉 所以我看不出他有什麼問題 他就是去看演唱會 他有跟你講 他是怎樣 或是怎麼進場 沒有講太多 他只有講說感謝泰勒斯 我幫他翻譯那一句話的意思 他不是泰勒斯幫他排位子 是泰勒斯團隊 他們釋放出來的公關票 但你必須要用錢買 我跟你講這一題 如果我們要事情討論到一個小時不夠 因為至少有超過三種不同的版本 包含無尊的位子 跟他們那個昆林還有周杰倫 他們位子那叫樹屋 就是只有 只有那個 就是不只是VIP 而是藝人團隊能邀請的朋友 所以我的節目 我請贏哥來 直接到我的副控裡面 去推大小聲 我贏哥啊 別人不行他可以 但有沒有買票不用買票 所以重點就在於說 你也要瞭解 周杰倫他現在 我覺得因為都是網路上在那邊站 我有自己去爬梳當柯南州 我覺得周杰倫佑的字眼 真的沒問題啦 只是大家對於團隊給他的位子 跟公關票賣的位子 會覺得好像有不一樣 我不知道大家糾結這些做什麼 就人家確實在裡面也拍了照片 他是泰勒斯的爸爸 他是泰勒斯的團隊 他是那個演唱會的經濟公司 還是那個主辦演唱會的 這個場邊的周邊的那個公司 帶進去的 買票還是公關票 包含無尊的那個秀票 也有人講說到底是有沒有付錢 但是公關票有錢的價格 那個可能沒付票 他說他有付費可以證明 都不重要 我就覺得說人家去看得開心 這只是個演繹活動 沒有必要站在那邊鍵盤刻 一定要插出怎麼回事 人家去看人家很高興 所以傑倫那句 沒事我只看我要看的 其他的他都不想管 好 我們跟著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阿林 食安真的不要搞政治意識型態 因為每一個縣市都會 隔來隔去的 在台南有民眾買豆干 知名的豆干 照片上這一家 德昌豆干 很多人吃豆干 都專門挑這一排的 結果他打開吃了之後 才赫然發現說 裡面怎麼有一個老鼠乾 然後黑黑的 但是很多人也會疑惑 說這個包裝是透明的 你開封之前 怎麼會沒有看到裡面 有一個老鼠的乾絲 然後你跟大家講的時候 是你已經打開了 有些人就會懷疑說 你有沒有事後偷偷塞進去 有沒有加工 當然他說沒有 那現在就要調查 查出來之後 就說德昌食品是在台中 所以請台中來調查 但是後來台中說 這是這家公司 是賣給高雄市小港 所以又轉給小港去查 他們過往有一些紀錄 是不太量的紀錄 那高雄 台中市政府 去查了德昌的工廠 他發現說並沒有 並沒聞出沒的一個痕跡 但是有一些小缺失 倫介兄 這怎麼回事 做這種食品加工也好 包括餐廳也好 包括你家的廚房也好 都一定會有這種蟑螂 老鼠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重視這種傾銷 為什麼我們對食安會這麼重視 所以說當西布特羅驗到的時候 你應該獎勵他 他可以去查驗到 那一樣 你今天 像你今天提醒我 一般我是不會看 就是透明的包 他為什麼要開窗 就是讓你可以看到 裡面的那包裝 但裡面你不一定可以 那以我的飲食習慣 我信任這個評審 我信任這個評審